大家好,我是金融游戏 继续讲解析研究 第十二集 吾有海湾球纸的楼梯空间元素灭感和其他中式 今期应该是整个楼梯主题的最后一集 刚才讲这个空间元素,然后讲其他中式 我们之前的一两集讲过 这个阶梯的正面圆角 由于这个楼梯扶手 它不是有等处 首先它是圆的 它不是有等处做分架 它这个楼梯扶手是很自然的 就是做了一个自然的转角弯 它在这一点 就这一边的拱串 跟这种拱 就双再配搭 就打破这身 就形成一种圆,弯,拱的这种元素 所以我也认为 就有一种柔和优雅 相对应的 就是IBC动 IPC和一维卷这个阶体是直直落的 它卖着到圆,然后是施的等 施的等分成,将腐蚤分成的施等分 这样就突显出整个空间有一个方形元素 然后再加上这种柱 这种柱它是方形柱,再加上这种尖的元素 整个空间我认为它就表达一种硬老少少 起码就和那边有明显的反差 那边我认为是圆滑点,幽艳又糊点 那边就硬老少少,它就是我的主观看法 我们讲讲的其他装饰 IPC和它也有这种正式灵贼的装饰 在建筑的外面也有这种装饰 我认为是,首先第一个就是内外设计练练练 体身就出疼 另外我们又可以理解成它有可能自生无据 虽然那边有某两个即穿 和那些即穿的指标和参数是一样的 大体上体体身就一样 体身就一样,有可能是一样的 这样就可以自生无据 在挨动那边,它强调那种场面 那种场面那边,它是有那种先立后突 即是先立后突 这样一样,它是增强那种场面的层次 即是那层,那层是它的基整的场面水平 然后第一级,它是基于这一级 先进去,然后再进去,再进去,再进去 那就是先立后突 那种概念是很重要的 我们看到那种,低动的这个楼梯板 楼梯板这边同样的都是 楼梯板这边,它都是,这边是它的楼梯的基整的水平面 然后那层是相对于上面这层是先立后 然后再进去,然后再进去 同样也是先立后突 我们看到那些现代的健康,它就是 它是忽视的这一点,所以就不好看的 这一边就是海关的这个 正是凌追的这一种造型 我们看到同样的这一层都是它 这一层是这样立后突出 这样它就会 那它就会 这一层是阴影的,这一层是阴影的 这一层是阴影的 这一层是阴影的线条 那现代呢,不是有的 现代的所有,它都 所以它都是在这个基整平面当中 就向外添加中式物 这样呢,它就做出这个 粒突的这一种美感 就像这种阴影的美感,它是没有的 第二个,就说一下它这个葱框 葱框的这里就是这个葱 葱框这里,它有这一种阴影 这个是阴谷,阴谷这里是 是造成斜的,开成斜的 这样可以收边,这里是收边 这里是收边,这里是收边 这里是斜的 那,就影响到旗楼 我们看到旗楼的中式很多都是 就是这个梁,梁这里 旗楼梁这里,它都是 和这一边有同样的 这个 中式设计的 那,就 通过外观豆子呢 就影响到旗楼,因为 因为旗楼是1925年 以后才开始建设的 我们说一下 B洞的这一种 方尖柱的这种中式 它就是 它就是有柱头 又有柱面 柱头是唇膏 柱面在下面 它就有柱头 它就有柱头 很简单 因为呢 B洞一楼那里 是已经捱掉了 不是有的 就是柱头入口那里 就捱掉了 我们看一看 这个代表 非常明显 这一种 你看到它原版 这个户是非常 这个户是很 是很漂亮的 那这边呢 又是什么呢 户 然后又是一只 然后加上它 还粒回去的 粒 这里是粒 粒回去的 很难看 然后再说这里 它之前教的 是什么呢 它这里是弧的 但是呢 它这里呢 它是有灵国的 那里是有灵国的 它不是弧的 就等于是弧的 和国相结合 那我们看到现在 这个复月斑 它这一段是弧的 也没错 这里呢 这里它不是有灵国 这里它不是有这边的灵国 它直接用回 外面的魔具 来做个粒 这样就 和这边呢 是有灵国的 好吧 那就说完了 整个楼梯的系列 都应该说 是说完了 以后就说其他系列了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